留意基建股及內房 汽車股可否留意 因為上海市新能源車補貼政策 有傳法改委加審批 亦會委及全國汽車企業 未來汽車股可否留意 汽車股方面要視乎哪方面的汽車股 先說回剛才你說的新能源政策 新能源政策希望能加快到有關方面的汽車銷售 當中看到新能源汽車股 近日亦有明顯的上升 整個汽車市場的板塊 之前亦有明顯的升幅 主要是10月份的汽車銷售及產量 亦比市場為好 主要原因是 因為9月份中的關係比較差 看到很多日資汽車的銷售情況 就不太好 很多買車的人 可能都會退到10月才開始賣 所以亦都推動了銷售情況 有一個上升的情況出現 所以看回整個汽車 之前很多汽車股都上升 近幾天就出現了一個回吐的情況出現 但以為有這個消息炒作之下 汽車股會彈上來 但始終都是個別發展的 好像華晨跌了1% 但比亞迪很厲害 升了7.6% 吉利也升了2.8% 當中有哪一支你覺得是最值得留意的呢 其實市場上投資者可以留意有關比亞迪 其實看到比亞迪自從消息出台後 它的升幅都比較明顯 在今年11月至今都升了差不多超過2成 但投資者亦都要注意 因為整個新能源汽車行業 它的競爭都相對激烈 因為除了內地汽車品牌 也有很多外國汽車品牌 在這個情況下都會影響到比亞迪的銷售 而且要注意比亞迪之前出現了刑警 估計今年9月的銷售可能會倒退9成 所以都要注意 在銷售未有比較明顯改善之下 投資者都不宜告追 比亞迪大家就不要想著 接著看一個個別股 就是珠寶板塊裏的周大福 發了刑警 亦有大行估計 上半年的盈利將會倒退3成 預計2014年才會有好轉的情況 周大福的前景會否比較看淡 會相對比較看淡 因為之前公布的9月份銷售數據 都是一般的 港澳地區增幅亦出現下降的情況 還有投資者要注意 周大福對黃金對沖採取100%的對沖 其實意味了甚麼 他們的黃金借貸相對其他珠寶零售股 相對為之高 所以他們不能受惠金價上升 主要就要靠銷售去對沖黃金存貨 大家看到他們今天的股價跌超過5% 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投資者也看到現在金價上升 其實理應對這個珠寶股 應該是有做好的作用 但近期都因為受到股市影響 所以他們都會在高位之後有一個回調 所以都應該在他們的股市穩定之下 才再吸納 那會否有另一隻會做得好一點 我自己就會較為看好六幅了 因為它的黃金對沖比例相對為之低 他們可以受惠金價上升 可以考慮起大約20元水平吸納 反彈阻力會看起24元 好 今天多謝Trui帶來這麼詳盡的分析 阿祖來喝杯飲品 我們乾杯 好 好